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會跟大家看今晚的重心 在第七場的三番前夕 我數回開羅貼一隻輸了 接著菊草兩隻輸了 然後剛剛兩天兩隻輸了 好了 今次是我第四次 一天輸就輸進去 大家當成燈的 但我當然不想 中的話 下面就麻煩繼續中 輸就繼續輸下去 只要有一個穩定性 不要一時得一時不得 你很難跟 要不就做一隻 很燦爛的明燈 要不就麻煩你生性一點 挽回一絲的面子 麻煩我想是這樣的 Anyway 那我 這次努力一點 再看清楚一點 選擇這場來買 這場馬 有一隻馬我是覺得 很划算的 因為焗熱了 太容易找到 這隻馬 大家都覺得 共享富裕的失緣換布民 這隻又失緣 被布民買適合 跑回跑馬地 所以我覺得兩隻馬 很大分別 一件事 共享富裕的馬主 四年沒有拉頭馬 這隻馬 其實在這裏 荒仔還沒開齋 就是靠一隻共享富裕開了 但這隻不一樣 泰爾運 已經贏了三圈 上季兩圈交代有得 這隻馬 那分是有點盡 這隻馬 是吧 上次失了 是上次失了 但是上次失了 他沒有東西給你看 失了可以有 可以沒有 是吧 沒有說 有位一定有 他是失了 還有 我知道一個低的就是 上早很弱 撇除頭三名的馬之外 你看看頭的 三名叫做 輕輕彈了一點 一個馬威 非凡之星開始的那些馬 全部兩個馬威都是分勝負的 最後那隻也輸了四個馬威 你看看皇帝英明又可以追兩步給你看 安泰嚴短又追兩步 風彩人生從來沒有東西看 又懂得 追兩步給你看 喂 後面一齊近那一齊 我都不知道怎麼算 那你失了 沒有跑過 有位是不是真的有 其實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當上場我完全不理他 我上場我當他 完全是 沒有跑過 我看上季尾那些 上季尾那些我就是這樣想的 他在730和780一個兩場 就是什麼135磅 133磅 那些頂磅 落場跑的那些 那就會容易作準一點 這次很頂磅 你不要說我智元王智雲114 那時候那麼輕磅 那當然會贏得輕鬆一點 那我不管那些了 因為現在沒有選磅 但是我覺得 報名牌這隻馬 老實 在135磅底下 他沒有什麼分力手 因為兩場馬跑得很適合 一場是12档 但是他流到很厚衝 那場超快的補充 他省了這樣衝上來 回來也沒有 只有第三 你可以知道 那場馬其實 跑得很適合 那場馬上 都是只有一個 看7-8-1 7-8-1那場是黃金包雙位 首度的位置 漂亮 回到位 竟然是被皇帝英明彈掉了 皇帝英明 也是一隻四班的贏者 他可以一夜衝過來 而呢 他手的位 回到位 其實 彈掉了 被人彈掉了 他輸三位是馬位 是沒有威脅的第四 我感覺就是 他不會像有很多分力手 那個分已經差不多 那你這次135磅的時候 就算被你 塞完車之後 應該會好一點吧 跌完身之後會好一點吧 但是 38元 那我覺得 不值得玩 所以我就搏其他馬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選了三位得心之軟 我覺得這隻得心之軟 曲草沒有問題 草地沒有問題 草地如果有問題的話 上季這場 第四 你不要當他留才行 喂大哥 前快後快的補足 是很高水準的 頭馬做1分08秒26 他輸四個來馬 他也做1分09 他自己本身的這一組馬 是因為對手太強 他才跑過沒有威脅的第四 但是他跟那些實力派 是同道的一層 輸給開心抱抱天同樂 第五那隻愛爾龍 你看看愛爾龍 剛剛是3番1400 已經得到了 跑過第四 所以 這一組的對手 很明顯是比起我現在的谷草 是強很多 對不對 所以他先去草地不會不會跑 是不是 再加上這隻 你看看這一組的評分區間 70分流上只有兩隻馬 即是我三班 滑條分水嶺 70分流上只有兩隻馬跑 就是泰爾找什麼135磅 和電源之區骨盆受傷 出來跑 其他馬70分流下 已經 3號馬 67分已經3號馬 可想而知很多都是四班winner 或者不是很厲害 做馬 是不是 那麼你想想 拿回那場沙田的草地積 米祖也是夠用有得的 再加上看他之前那場的泥地菜 泥地和谷草 是有一點相似的 在個彎位方面 當然物料不同 但是在彎位方面 是有一點相似 所以有些馬 有不少馬 都是在兩邊都跑得好的 這一場 是135磅 讓那隻保衛生輝7磅 可以一下子彈掉了 一衝就過了 但是自己做的目段 是一支獨秀做得好 23個16 你想想就是 他在四班會超超的 保衛生輝剛剛 做完手足球跑 在泥地千二都可以 所以 這一隻馬根本 上季先三歲 都未見了 你今天轉四歲 只會更好的 還有你不要忘記 阿塞 這個部署很特別 剛剛有泥地千二三班 他不報 給了那隻息總少跑 因為息總少那麼久沒有跑 還要轉了配備 然後縮情跑 是嗎 喂 那些很明顯 熱心未濃 不會出擊 那走來 將這一隻得心之魚 打王牌布谷草 擺明是立心想跑谷草的 那隻馬 不要泥地泥地撒家 他都懶得跑 走來試跑馬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蔡 其實他 看得血統很通透 那隻馬 馬適合跑什麼路程什麼場地 他很清楚 這些馬 他草地不是不行 只不過 上季 可能他未熟 未是最最高級的時候 你周圍跑沙田草地 他不是說很夠跑 去到季尾 慢慢隻馬越來越好 在三班草地都可以 沙田 跑到第四 但是 始終沙田千二 對手強一點 還有他和馬房 可能有其他馬 你想想 接下來 三班千二 阿塞報什麼 報氣勢 那你當然報氣勢 不會報這隻 差那麼遠兩隻 那麼 沙田 草地不夠跑 他草地可以的 走一下泥走一下草 谷草 你看一些未來補區 又是谷草泥地走來走去 三個場地都可以 或者那些 平海寬星 又是這樣 再數久一點 什麼喜悅繽紛 他有一堆馬 他知道他的分 可能有少許 或者他和馬房有更好的馬 在沙田草地更有競爭力 那些可以所謂跑大賽 高班 那唯有要分流 就不可以試一下谷草 或者春那些馬 谷草泥地都可以 那種OK的 Mor2黑 這個種 谷草泥地都沒有問題 所以 我覺得這隻馬 今季可能是走未補區那些路 就是 分都差不多了 不過 在谷草泥地又見一下 那些對手弱點又撿一場 捉一下又一場 那就可以很多win 又很好分 那我看這隻我沒做到這件事 話說回頭回來 所以我認為這隻馬 是未見完 再加上這個做對手弱 如果他再進步一點 是還有競爭力 然後 這個二檔是好跑的 因為 看回這場馬 會有拍馬難追放 金牌活力放 還有天安心 報速不會太慢 他這個二檔 盡可攻 退可守 自踏 夠前速快三四位 上季泥地第一win 首三四位贏 哎呀如果報速快一點 就好像上季 第二win 留在八九位 他照發一段 勁給你看 根本是一些跑法靈活的馬 所以 跟著又可以 留口一點又可以 這場如果報速快 他看上去 不是有四五位跑 過一隻半隻 他絕對做到 他有這個喘勁 雖然不算是好的 再加上 賽前這個雜誌得漂亮 這個雜誌得漂亮 就是在於 喂 對手不差先 第一點 第二點 彎位都不不及待 繞大彎 發力 其實都是按住 隻媽是有火的 是 來得多快 雖然賽馬 還是跑了兩局好一點 大家看這隻馬 他是 狀態也不錯 出閘鞋 然後全程手陣陣的觸道 有點厚 彎位那邊忍不住 捉不住 就走上去 然後你看看 有四跌 四跌的彎 看他試人怎樣 這裡右邊腳 拉不到他換腳 拉進去 拉進去 換到 做到換腳的動作 跟著 再加上身體 好了 最後 八兩位 根本這些 就像賽 外面是加州得志的 中間精彩盡著 外面仲一特色 自如 在外面順走 在外面順走 回到 就是這樣 高深過 中間 這個特質很好 旁邊那些是加州得志 雖然威風的這三班賣 還有這套集 的時間是做得OK的 前面快 後面都可以 接受到 我覺得 這個集 反應狀態太好了 再加上 這一組的對手不強 你要博用金句才爬一番 神經刀 天魔心的分 又不算有優勢 還要爬一個九檔 競盡非凡 那個第三 有一點怕是弱了 因為前晚後晚 提速做得 很不 似樣的 其他馬 所以我就想博他 轉為谷草得 谷草爬那一次 那次是 好像是落地跑第二局 然後繞大彎跑 不要算我那些 一年前的事 我就博這隻 九倍了 開始一試 所以這次我的WinPay重心 第七場三班 無論如何都試一下 這隻三個得心 得心之魚 OK